第一件事情 我们是不是要先去做资料分析 做合并绘算 资料底下的合并绘算 然后这边有平均值 只要勾这个部分 我想这应该都没有问题 我们这样就算完了 算完了之后 之后我们现在要先来看那个VLOOKUP 就是我们要把这个人数 这张表里面的这个户数 巴黎区是14000 三支区是9400 三重区是15000 等等这些数值放进去 那当然不能用肉眼来去看 一定是要用函数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选择 这边请输入那个总户数 好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用函数 函数的话函数 函数刚刚我们现在做这件事情 它就是一个查找 我是不是要去查找巴黎 像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要去查找板桥区 我要查找这个板桥区 它在人数这张表里面 开始从上面往下找 找到板桥区 那我要呈现的是 这是第一栏 第二栏 第三栏 我是不是要呈现这个 第四栏的资料 好 所以怎么做呢 在这个地方就直接输入 等于VLOOKUP 刮胡 接下来我是不是要选到这个板桥区 选到板桥区咯 逗号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人数 我已经定义好那张表 就是叫人数 所以就直接输入人数 逗号 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再去人数里面 是不是第四栏是叫总户数嘛 所以输入4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最后要呈现的是 那个正确的资料 还是接近的资料 答案是正确 正确的话是输入这个 FALSE 好 右刮胡 Enter 记得 快速点两下 我们就可以把 所有各区的总户数 算到这边 请你们动手先坐到这边咯 好 好